好那讲到这地方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会有意见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看加进来的这些国家呢 其实顺着时间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1949年成立 1952年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 就让希腊和土耳其加入 我们说土耳其要加入欧盟 从排队第一到今天排队第三 还在排队 我们之前不是提到 是因为文明的原因 对不对 那当然还有领土面积大小的 这个计算公式的因素 那这边为什么土耳其 1952年就先让他加入 希腊也一样 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他们的地理位置 可以协助西欧国家 把苏联的势力围堵在黑海 那个地方 你即便掌控局来讲 你今天掌控了乌克兰的什么 港口对不对 你也公投也让他规定到了 这个俄罗斯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出黑海 同学注意看 要经过土耳其的什么 博斯普鲁斯还有达达尼尔海峡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为什么在1950年代 就让因为先出土耳其 如果土耳其那边绑不住呢 希腊那个地方还可以再绑一下 所以为什么在1950年代 就先让什么 希腊和土耳其加入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1955年呢 同学注意看 西德反倒在什么 后面 因为1955年才让西德加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什么 西欧国家内部 特别是这些产生的国家 内部的老百姓 对于德国是非常痛恨的 对不对 所以我没办法接受你啊 对不对 所以一直妥协沟通 然后当然 其实同学注意看 1955年 也不得不让他什么 加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啊 是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是在我们亚洲哦 卤营 是在亚洲 老师提醒你 对 非常好 同学注意看 1953年 大概国际公认什么 苏联出兵什么 苏联出兵什么 今天的朝鲜半岛 看到没有 老师刚讲 他觉得 我那么强 我凭什么到战后 只分到这一点啊 我还要继续网外扩张 所以他想撕下东欧 那亚洲这边呢 他和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什么 在那个时候合作 那合作还是不够啊 我朝鲜半岛我也要啊 因为你朝鲜半岛不挡住的话 美国和日本可以从朝鲜半岛什么 登陆什么东亚呀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当时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还有德国这战败国呢 大家是什么 联手起来什么 制约他不让他们有军队嘛 对不对啊 但是因为什么 朝鲜半岛今天所说的 韩战爆发 使得什么 西方国家理解到 苏联的势力并不必然的 只愿意停留在既得的什么 势力范围之内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这也就是今天 西方国家非常担心的 就说你普丁 你到底想要往外扩张到 多大的地方啊 你是只要这个公投的 这个小港口就满足了呢 你还是想要继续啊 这是今天西欧国家 对于他们来讲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候的 那个情况 今天又在出现了 也就是说 大家对于苏联 当时的苏联 今天的俄罗斯 你的意图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不太确定 所以我们当然要什么 唯独你嘛 对不对 你是要重新什么 今天的普丁跟当时的史达林 你们是不是一样啊 你们要瓜分欧洲 对不对 还是你保证 你只要这一个小港 乌克兰的这个小港 要完了以后 你就停了 但是你普丁 也没有做这种保证啊 看到没有 所以对于西欧国家人来讲 是不是历史重演啊 所以同时注意到这个地方 所以呢 当时其实什么 西方国家是百般不愿意 但是因为苏联的势力什么 往朝鲜半岛扩张 就证明什么 苏联的意图 是什么 不小的 并不是只想停留在什么 自己欧洲内部嘛 所以什么 才不得不 同学注意看 1955年才不得不让德国什么 重新建立军队 其实同学注意看哦 日本到今天都还是所谓的什么 自卫军 还不敢称正式的国防军 国防军队 但是德国在当时什么 就让他恢复什么 正式的国家军队的编制 那当然天下没有白拿的东西 也就说好 你接受了 让你恢复了正常国家军队的编制以后呢 那好 那就是法国总统说的啦 你德国人就是要什么 从第一线来对付苏联 等等什么 等德国人都死光了以后 我法国人才上 看到没有 你就是要有这个功能 要不然我凭什么 让你一个战败国 军队什么 马上什么 就都恢复啊 对不对 万一你又胡乱打 打到我们了呢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1955年是因为 朝鲜半岛的寒战爆发 使得什么 西方国家才不得不让德国什么 重新武装 然后什么 再什么 加入北约 然后成为他们的一员 当然你要负责什么 对抗啊 那1982年西班牙啊 加入 那西班牙就如同什么 我们之前讲的什么 他的另一边啊 一样就是什么 你要帮忙挡一下 如果说希腊这边挡不住 出出到地中海的时候呢 那你西班牙呢 要有这个要协助什么 最起码把苏联 你进到了地中海以后 我把你锁死在地中海啊 所以什么 西班牙什么 也得以加入啊 那好 那冷战结束以后 我们看这就是什么 德国统一以后 东欧 捷克 匈牙利 波兰 同学看到没有 1999年2004年 其实同学注意看哦 200 这边呢 其实苏联就已经有点 不太能够忍耐了 波兰 同学看到没有 波兰是东欧里面 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哦 对不对 而且我们知道历史上 德国和什么 苏联 联手 曾经瓜分波兰三次嘛 对不对 那表示什么 我的势力没有你强 你的也没有我的强 情况之下 那我们只好瓜分了 大家一人一半 那当然对于波兰来讲 是悲剧性的 但是什么 在国际政治上 特别同学 特别注意哦 地理位置 决定了你这个国家的命运 切记 地理位置 这个显现在波兰上面 是非常清楚的 就说你的地理位置 使得你什么 你这个悲剧性的命运 什么 不断的重复 重演 那1999年呢 其实苏联当时就已经非常的什么 无法忍受了 你们凭什么 不断的把前共党国家什么 纳入 而且直接往什么 俄罗斯的家门口 那2004年呢 同学注意看啊 那就更是什么 无法忍受了 看到没有 这边全是东欧 而且这边是什么 立陶宛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这所谓的波罗的海三小国 那就是贴在什么 苏联的边界旁边啊 看到没有 那你美国还有西欧国家的力量 进到我了门口 那其实我也想参加呀 但是你们不让我参加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当时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呢 苏联就已经什么 无法忍耐了 但是同学注意到 国际政治永远谈的是 国家实力 决定你的国家利益 能不能够贯彻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苏联当时 在国家转型的时候呢 他很大胆的尝 也不能说他很大胆的在尝试 而是说什么 自己国家 我们看那个纪录片 同学看到没有 莫斯科在历史上 出现几次凉荒 对不对 那你以前不说了 那共党统治时期 你掌控全世界一半的资源 你资源调度 可以调度到 莫斯科出现凉荒 那是不是意味着什么 你这个制度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后来什么 计划经济瓦解 然后什么 苏联共产党也瓦解 那在那个情况之下呢 同学注意看 他虽然非常不愿意 但是什么 对不起 国家实力崩跌的情况之下 国际事务 轮不到你说话的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同学注意到 也就是什么 只好什么 接受这个现实了 那 那当然同学也可以注意看 最近这几天 卢布是不是也是暴跌啊 而且是不断的暴跌啊 几天之内暴跌到 到一个 大概基本上什么 跌了一半的这个情况 今天的情况跟当时的情况 1990年代苏联瓦解的情况 是不是有一点类似 那这个类似显现在 粮食的分配不均之上 另外一个类似情况 就是卢布的暴跌 那当然 也有一派认为什么 今天的暴跌跟1990年代 不全然一样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什么 今天他毕竟在往前推的 这个十几年 普丁任内呢 他卖石油 卖天然气 赚了很多钱 所以暴跌之下呢 大概再往下跌到一定程度呢 有可能他就会自己止跌啊 那但是同学不要忘了 这也是老师一直提醒大家的 国际事务中 第一个重要的因素 是老师刚讲的地理因素 第二个重要因素呢 也是当然也绝对不输 第一个因素的就是什么 金融 切记金融 金融战是每天都在开打的 不是只有今天我们看到了暴跌 大家才以为说 现在才在开打 其实是每天股汇市的交易 是每天在打仗 1997年的美国的量子基金 对不对 量子基金负责人是谁啊 索罗兹嘛 轰炸苏联的股汇市 我不用核武的轰炸你啊 我用钞票把你炸垮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应该有印象吧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但是1997年同样的啊 俄罗斯也是被轰炸啊 那今天又被轰炸呀 看到没有 一样是量子基金带头冲啊 量子基金的负责人 索罗兹同学注意啊 他是匈牙利什么 犹太一的匈牙利人 那当然今天他 他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 所以又说他是匈牙利一的美国人 但是归根结底 他是犹太人 他是经历过什么 希特勒的这个 横扫欧洲的这一代人啊 所以他对于什么重返欧洲什么 犹太人重返欧洲 然后掌控局面 他是有这个企图心的啊 那甚至乌克兰的动荡 他们之前有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啊 建构的一个社会研究所 那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他们一个什么 一个组织要去控制乌克兰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到今天乌克兰政府里面 就有美国国务院派进去的 人组织政府 然后其他的呢 至少有五个人 是索罗兹的这个量子基金的人 进去变乌克兰的部会首长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当时的情况跟今天的情况 有一点类似 但是今天卢布暴跌 并不必然会垮台 因为他毕竟卖了十多年的油 赚了非常多的钱 但是呢 同样注意看啊 在2004年的时候呢 普丁呢 就已经什么 因为同样注意看啊 普丁他自认为他是欧洲人 但是他在想要恢复 俄罗斯的荣耀的同时呢 他居然被欧洲人否定啊 我们不说你哦 你说你是欧洲人 不算 要我说了算 看到没有 所以这对他来讲 是不是一个挫折啊 对不对啊 对于一个有旺盛企图心 一个大国的国家领导人 所承受的挫折呢 同学注意到 他不会什么 坐以待毙 他一定会要反扑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2004年 这个时候呢 普丁就已经非常无法忍受了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你这边加入 好 中欧这些国家 让前苏联共和国里面有一些什么 乔治亚呀 还有什么摩多维亚 这些还有南奥塞提斯 这地方独立出去的 对不起 那我现在我也要把他收回来 你会扩张 那我不会啊 而且我就在我自己家门口 对不对 而且原来还是我这个苏联 苏维亚里面的共和国啊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这个地方陆陆续续通通加进来啊 那这里呢 当然这边排队的 或者是已经答应的啊 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啊 当时呢 乌克兰啊 就已经表态要加入 为什么 波罗的海三小国加进去之后 他就没有办法加入啊 那实质上同学注意看 在2008年的时候呢 北约已经同意 让乌克兰加入 但是因为普丁的强力反弹 普丁的这时候强力反弹 你就不得不有所顾忌 就是因为俄罗斯从谷底 贪生上来了 那当然普丁啊 他把国家意志整合在一起啊 全民支持他之外啊 卖了石油天然气 也赚了非常多的钱啊 那当然他今天的一个大造门 就是他在过往的十多年呢 他只把重点放在什么 石油天然气 还有他的能源上面的什么 出口 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产业类别呢 太集中在能源这一项目 其他项目你没有怎么发展的时候 全球联手起来什么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大家联手起来 大量的生产石油 造成石油崩跌嘛 对不对 是不是到了今天石油也跌价将近一半啊 所以我们在台湾是不是也开始降价了 对不对 我们降价就是因为什么大家联手起来要对付什么普丁 所以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每年的油不减产 不仅不减产还拼命的增产 所以使得你原来可以赚到那么多钱的预估一下子什么 蓝腰砍一半 看到没有 所以这影响到什么 这个国家的金融各个层面 那当然同学可以注意到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石油输出国家组织联手起来 不断的生产什么 大量生产 我不减产啊 对不对 我减产的话那油价又回上来了嘛 对不对 那我不减产呢 我还拼命生产 另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是对付苏联 今天叫俄罗斯 那当然还有一个目标呢 也是对付什么 伊朗叙利亚这些 他们也产油 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跟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这沙兔地阿拉伯这些国家呢 这些国家比较亲美 伊朗叙利亚是比较亲俄罗斯 所以大家联手起来对付这两类 那当然还有对付一类的呢 就是什么 你们一定都知道了 只是国际国际关系 往往一件事情背后牵扯的因素 是非常多的 经济当然啊 那当然终极目标会打到经济嘛 好 齐同学注意看 这大家一定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技术上 有一点突破 如果可以探柯油业炎呢 对不对 油业炎如果这个探柯的技术不断的突破的话呢 同学注意看啊 他往后从挖掘到提炼出来的成本 可能会比石油低 如果这个局势不断的发展下来的话呢 石油输出国家也就说中东地区这些产油国的地位也会下降 美国就有可能变成石油进口国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输出国了 他就从油业炎里面提炼出来啊 只是说这个提炼现阶段呢 对于地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同学应该有印象 前几个月吧 是不是大家有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 美国有一个人在家睡觉 睡一半掉到地底下找不到了 他们家塌了 第二天轰一声就自己家掉到地底了 而且真的是深渊啊 连尸体床铺都找不到了 那个原因之一重要的原因之一 后来他们也承认了 就是什么 他们家周边有在探勘油业炎 造成地壳的松动啊 所以欧盟到今天对于油业炎 还有一直保留的态度 那大陆也一样 因为大陆和欧盟也有油业 里面也发现石油了 但是现在这两边都还没有怎么动 美国是很猛的什么 就先开始搞了 结果第一颗 下去一个人 一家人啊 整个线下去了 所以这还有争议啊 所以这个呢 使得 但是如果说技术 因为我们知道技术永远是 在突破的 只是说不晓得时间点 突破在哪个时间点就是了 如果不断的突破 探勘的技术也不断的强化 进而什么 使得探勘的成本也降低的话呢 那产油国家的国际地位 是会受到重创的 所以他们现在联手 不断的生产 把油价降价 一方面也是想要把美国这些油业炎的 相关的企业 探勘的公司把它打垮 让他没有能力探勘了嘛 或者说没有意愿再探勘了 因为油都变那么便宜了 你还探勘什么 看到没有 这种竞争也是存在的啊 好那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 也就是说 那北约刚才老师讲了 他的这个重要性啊 之后他到底还想要做什么事情啊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好吧